普京身亡后 中国以谁为伴 你是跟未来的美国和欧洲主持下的 新俄罗斯政权合作呢 他会跟你合作吗 新的政权会接受你的习近平和过去 普京这种关系吗 如果是战乱的话 中国又能做什么呢 是吧 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所以说普京先生和习近平的 过去的个人为主导的两国关系 不管俄罗斯走向何方 对习近平先生 对中国人民都将是灾难的结果 希望在俄罗斯的华人和战友们 一定要做好长期规划 这就是中国人将为过去十几年的 愚昧无知和习近平的独裁和王岐山的 这种盗国经济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就是普王后的俄中关系 我可以做好长期的 就是前面的现代价 这就是我们下期的话 就收拾一下 这个也就像她们 一样中一般的 超级业大 te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